認識Wordpress的基本的介面 那進到這裡來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裡呢 有兩個地方 那其實呢 從上面往下看 這是我的網誌 所以現在目前點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按鈕 點這裡就切換到閱讀器來 這個 這邊我們先從這裡來做編輯 進到這件事情來的時候呢 首先呢 統計的地方 它可以提供什麼 你的這個網站 多少人看過 這以前都是要寫很複雜的程式 現在這些都不用 我們要更新就好了 什麼時候 當然現在才剛申請起來 現在都一片空白 都沒有人嘛 OK嗎 那接下來 這升級的地方就問你要不要付費啦 這個 收起來就不用討論這個 接下來看文章的地方 就是你曾經發表過的 這邊就可以做管理 接下來下一個 我們先看看基本上媒體的地方 你看看這個 好 這媒體庫齁 這媒體庫是怎麼東西呢 你網站用到的圖片 就請你先上傳到這裡 這時候再來用 它 你曾經上傳的圖片 都會在這裡 那我們剛剛使用免費的 就會兩張兩張讀 那這邊可以做分類啦 圖片的地方在這裡 那文件的地方 我們還沒有上傳文件啊 那影片 影片要跟你講一下 非常不建議你放影片到這裡來 影片應該放在YouTube再連回來就好了 網站基本上來說 它會看容量跟流量 影片是非常佔容量的 流量也佔 所以如果你影片把它自己做完 拍一個影片傳到這裡來 是一個不聰明的行為 放到YouTube 第一個不用錢 第二個 YouTube頻寬也快 通常網頁都流來流去的 就這樣連 國內很多大公司的什麼宣傳影片 大家都放在YouTube 因為YouTube的能見度比較高 這個要跟大家來提一下 這個來 那目前這個叫做媒體的地方 比較重要概念是什麼 你要使用到圖片 網站上面做一些產品要介紹啊 文字要介紹 要先傳上去 這邊可以傳上來 再來使用 好來 頁面的編輯的地方 現在當然都還是空白啦 不知道什麼的 那留言這邊有人回饋啦 外觀 外觀的地方 進到我們的 Wordpress 第一件事要先選這個喔 這個很重要 這是手要要做的 你的網站總要稍微好看一點嘛 這邊有提供免費的 安裝布景主題 長什麼樣子 你可以在那邊選你合適的 那現在我們練習 所以呢 各位不用在這裡 花太多時間 邊裡面用 因為這個 第一個這個網址 可能不一定合適的 這個有看到嗎 如果真的在做的時候呢 大概不用這裡 所以 點起來 這邊還有更多 要不要他請 這個叫費用 他幫你專屬打造喔 你有看到這個嗎 這個 那上面這邊可以先看一下這個 好 那等一下再來套用沒關係 外觀要布景主題 布置我的背景的主題範本 這邊提供現成的東西 這個在這裡 這個外觀的地方 這邊小 那小工具有些小功能啊 我們現在在左邊先幫你做瀏覽一遍 小工具的網站識別 這就是我網站等一下長的樣子 因為什麼都還沒有打 所以這邊它也沒有什麼內容 OK嗎 我先關閉一下 插插關閉 接下來是外掛程式 外掛程式可以做什麼事情 這個commercial就是商業機制的喔 不過這要付費你才可以加這個功能 這邊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功能可以加 如果做電子商務的時候可能層面可以加 這邊有分類的 這個要做這個 那這是你的帳號的部分 我現在登記的帳號叫陳子軒 那你可以邀請另外的人跟你一起編喔 如果這公司網站呢 我們在公司有些人 他負責他的部分 我可以邀請另外一個協同者 可以大家一起做 而不是這件事情 每次都你來做那眼淚啊 對不對 自己維護自己的版面的部分 這個 那工具的地方 我再看一下這個 接下來 設定 設定的地方是什麼 一般閱讀 你看這邊展開了這個 這邊可以稍微點一下 那等一下呢 各位稍微點完以後呢 最重要一件事情 通常網站 我們在用Wordpress第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通常先決定網站的風格 以後再做編輯 假設是說 我是一個藝術者或是什麼 藝術工作者 我是一個開跟藝術相關的 我可能會考慮這個呢 用這個 我可以把我作品用這樣的方式呈現 像這個 你自己選擇 那老師這是賣房子 不是賣房子 我們把圖換掉 換成你的主題就可以了 OK嗎 所以待會進到這裡來 第一件事情呢 我們基本上要先不改 改這個比較重要 做什麼事情 先把 在這邊先選一個什麼 布景主題先挑一個 挑一個來改 來我先選這個好了 點資訊 點這裡 點這裡呢 接下來 你看到這四個字了嗎 五個字 Sorry 啟用此設計 點起來 接下來再做什麼 啟用它 看一下喔 檢視網上就可以看一下喔 現在呢 待會兒 你看這個網址喔 有看到這個網址嗎 來把這個放大一點 這就是我剛在申請免費網址的時候 在這裡喔 這個 這對外是可以公開的喔 你聽了嗎 這就屬於你的 只不過後面 因為這是綁在wordpress 通常政治公司 不會這樣做啦 因為現在我們在練習 那這個是真實的 而且全世界唯一喔 你要有這個觀念喔 所以等一下一套 這邊可以來做這個 那現在還沒有上線 上線要做什麼事情 要點這個 還沒有 現在在練習 剛練習而已 來我先先關閉一下 我們剛剛做什麼事情 呃 這個編輯 這編輯的地方 這邊就跑到這裡來了 稍微小看一下 喔 叫你是不是開始改次了 我先跳過一下 接著跟我現在叫你開始改次了 來 我們就點這個先回去一下吧 點這個回去一下 檢視頁面什麼的 又回到這裡來 待會兒請各位先 第一件事情現在左邊這邊 還記得在哪裡嗎 那叫做布景主題 外觀的地方 先挑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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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改一下給你看喔 一起用這個 那我現在如果點這裡呢 我們現在先不要編 因為有時候編的時候 來點那個 啟用時設計 好 把我全部變更了 我剛剛沒有點這個 我想說先留一下 啟用囉 啟用 啟用 我們讓它整個都改變掉 這樣整個改變掉 套用完以後 就可以瀏覽看看 我這邊多點幾次 你先看一下 再來看一下喔 啟用它了 你現在看它風格 就長這樣囉 我現在網站就長這樣囉 來再一次 點哪裡 左上角是回編輯的手去 OK嗎 這邊再點外觀 請你現在先練習 先多套幾次沒關係 先改一看 我再改這個 我剛剛在點這個時候 我沒有做一件事情 啟動的時候 要選哪一個 我剛剛是教不要幫我改內容 所以 後來看起來沒什麼 我們再啟用一下 看一下 啟用完以後 接下來點哪一個 檢視網站 通常我們做網站 先把風格 先套用出來 現在改這個 然後這圖沒關係 這圖都可以改 都改 我看起來我覺得還蠻大氣的 就有點像我們在做簡報的時候 開始要先套用布景主題 好 做了兩次應該沒問題了 在左上角的地方 請各位先點這裡 把這個風格先點點看 先套用看看